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1月1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是在昨晚 即是隨直夜 香港 全港多區都發生了不同的交通意外 造成不少人受傷 甚至有人不幸身亡 稍後會討論最主要的兩宗 第一宗是在黃昏時間 在新蒲崗發生了致命的嚴重交通意外 第二是在油麻地的交通意外 我想說這兩個交通意外 因為心情比較沉重 第二是國泰機師的問題 在這兩天不停爆出不同的疫情風險 亦爆出有兩名國泰機師涉現嚴重違規 甚至發病都依然要出去聚會 到底現在是防疫政策出問題 國泰那邊出問題還是怎樣 內部消息指原來是國泰和港府談好一些事情 到底是甚麼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Like 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理察的陷阱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影片正式開始 首先今天踏入2022年 心情比較沉重 如果昨晚有看過直播 有看我們正常新手直播的朋友都知道 我做直播一半都離開了 我用一個很難以相信或平伏的心情 甚至很沉重的心情 希望祝願大家 可以平平安安在新一年健健康康 亦希望大家可以和家人一家人齊齊整整 度過一個2022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因為今次想說的是在昨晚隨即夜 2021年12月31日 出現了全港多區的交通意外 當中為之憤怒 相信全香港很多人都很生氣 就是昨晚在新蒲江所發生的致命交通意外 當時一名25歲的男司機 我不想標籤他一定是黑暴或全黑人士 這個年輕人罔顧人命 在新蒲江大友街飛車 後來失控 導致產上行人路 造成嚴重傷亡 而當中其中一位不幸遇難或過世的女士 其實我本身認識他 跟他不算很熟悉 但也認識他 因為他本身在地區上是我們同事的助理 本身在地區內服務得很好 亦服務不少街坊 做了好事 在過去一段日子 亦一直在一起做好地區工作 而在昨晚收工的時候 他本身打算去和朋友有一個聚會 隨即的聚會 但結果出席不了這個聚會 我現在心情非常沉重 一個23歲的少女 她本身為人樂觀 又做事積極 想不到一個意外 令他沒有辦法再和朋友和家人再次相見 我嚴格來說 可以說是意外 但你問我的話是人為導致 而這個人為是那個25歲的男司機 我期望我自己也可以這段影片客觀地分析 這個男司機他駕駛著一輛寶馬的 我們叫他M4 即是M4型號的跑車 他駕駛著這輛車轉入大友街後 因為他本身在著陸街轉入大友街有一輛紅燈 估計他在那輛紅燈起步直線加速 可能是因為他年輕人血氣方剛 想著有新車的喉嚨聲 然後一腳踏下去 全街都知道他在開車 結果他失控撞下去 在此必須強調證這些不負責任的開車行為 首先 就算這次有沒有人命傷亡 他這樣的開車行為其實是不負責任 首先第一 馬路上不是只有他一人 馬路上可能有其他人開車 可能我正在開車 其實在昨天發生意外前 大概半個小時 我就在起政的位置 剛剛離開 如果他早半個小時 可能不見了的是我 所以我自己是很生氣的 為何他們可以有這些行為 這個行為必須要譴責 而這次還要造成人命傷亡 這個人他負的刑債 必須要負一定的法律責任 我覺得 老實說 如果按情緒去計算 甚至 我們不理性的 我們從感情角度去看 其實這位 這個司機 這次你問我 直接判他終身監禁也不夠 他破壞了的是幾個家庭 除夕的還有幾個小時 跨年到2022年 過不了這幾個小時 別人一家人 就是這樣 而不開心一輩子 沒有了家人 沒有了別人的女兒 有一個六十多歲的男人 又是 可能是別人的爸爸 沒有了一個爸爸 那怎麼辦 是不是為了一時義氣 一腳踩下去 很帥氣 全條街發聲 炸你那個死氣喉 那你就覺得很厲害 有沒有顧及其他人的安全問題 我近一年 警方有很多 針對著維麗泊車 非法改裝 或者是飛車的 一些針對性的行動 自在打擊這些違法的行為 而警方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無疑會有些車主會覺得 特別是抄牌 搞錯 刷又不會抓 只寫他去抄牌 日日在抄 抄很多 甚至有些警察朋友跟我說 近一年有很多 本身支持他們 說在2019年因為黑暴事件 都跟他們說加油的市民 都開始對他們有些 嚴惡 覺得怎麼會抄牌 無奈抄牌 打擊飛車 打擊走駕 每一個司機都很不喜歡 每一個司機都不想見到 每一個司機都不想說自己犯法被拘捕 但想深一層 警方的這些執法行動是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 為了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 包括行人 包括 司機 乘客 甚至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 每一個生命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必須以強烈的譴責 就是對於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 這些人 如果你是覺得自己要威要勁 你去賽車場自己玩飽 你不可以在馬路上當馬路是賽車 這些不是馬路炸彈的簡單 這些是馬路核彈 網上已經有不少人在傳 當時的司機 他的身份 不介於自平 但這名25歲的男司機 我個人認為 你問我他判終身監感也好 判他10年 20年 30年停牌 終身停牌 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 他和一般的交通意外不同 因為他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 導致兩三個家庭沒有了 一個幸福 甚至破壞了別人的家庭 這是我覺得 必須要與其他人的譴責 而另一個交通意外 就是昨晚在油麻地發生 我覺得匪夷所思也有點離奇 有一名 長者被一架小巴撞倒 然後拖行17公里 由油麻地 駕駛到深井才發現原來遇到人 還不是他自己發現 是警方找人截停了他的車 這件事 非常不幸 但我突然想到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連長司機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回答過 有些紅駕駛或是綠駛 特別是綠駛 不知道為甚麼綠駛特別多 可能因為綠駛本身是豆糞糧 不用說跑數不像紅駛 即是跑來跑來跑去很趕 所以綠駛司機都比較連長 現在到底運輸署要求每年驗一次眼 又被他過倒 這個是不是代表就等於道路安全 我不是否定很多老人家依然可以開車 有他們的工作能力 但他作為一個公共交通工具的營運商 提供服務的一個職員或人 是不是去到指定的年紀 就應該要取消不讓他去做這件事 特別是馬路 因為老實說在馬路上需要的專注力很高 當中包括你要一眼觀測 你要看下倒後鏡 每幾十秒看一次 看看後面的車的情況 判斷其他車的離世 去到一個安全駕駛 竟然是連長的老人家 駕駛一輛小巴撞到另一個人的時候 竟然是毫無發現 正常來說以小巴的角度 就算你盲點也好 其實你會看到你自己撞到東西 甚至你會知道你會感覺到 但因為這個司機是連長關係 他沒有辦法感覺不到 這裏是否政府值得檢討的地方 我認為有時不一定要等到意外發生了 才要出來做檢討 有時我們做檢討也要防範於美然 這次一單 下次會不會兩單 會不會三單 我認為昨晚和何俊賢做直播 我亦跟他講了 亦大家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亦希望未來立法會 可以主要討論一下 市民都關心的這些問題 好了 說完這個 最後一個 就是國泰 近來 我們經常罵 陳少子 林鄭 也有時不想罵他們 近來大家知道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 大家一直守住 不要讓Omicron進來 最終不小心讓他進來 事源是因為有名機師 他違反他家區隔壁的規定 沒有在家裏做好一個隔壁 他出去和人吃飯 結果傳染到有本地的傳播鏈 這亦衍生了另一個問題 在昨天也出了一個新聞 就是原來又有另一個機師 同樣違反家居隔壁 然後出去吃飯 然後還要感染 我個人認為 政府和國泰航空公司這兩家公司 習無旁態 這個世界甚麼人都有 那些小黃人 經常說不戴口罩不打疫苗 他們播毒就已經預算了 即是他們一定會這樣做 甚至在疫情初期 他們呼籲不要戴口罩 又說要自由又行 將我們香港人的生命 擺起一個 危險的地方 而這群小黃人的做法 既然社會上有好人有壞人 而這群人選擇做壞人的時候 政府要是拘捕他們 拘捕不完的話 政府也要想方法阻止他們做到這些行為 從源頭開始做起 而這次的事件是說政府的輸入 機師落地的政策問題 做不到一個完美的或者好的 外防輸入的措施 我最近看到一些巧妙的位置 因為政府早前決定把機師的隔離 由家居隔離改為三天的強制酒店隔離 而後來因為爆發疫情太厲害了 最終改為七天 衛生署食衛局那邊也說過 因為如果太長時間的強制隔離 會令到很多貨物沒有辦法來到香港 我理解這一點 他們要在貨物運輸來到香港 因為在說香港全香港人的食物供應鏈 或者其他的生活用品供應鏈上 是要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我認為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讓你不做好這件事 現在我們看到內地的供應鏈 其實也很充足 很充裕 甚至現在就算內地有疫情 也在西安那邊 食物 生活用品 我相信內地那裏基本上已經沒有問題 政府一直以來擔心貨運航機 沒辦法來到香港 因為人家真的不夠人手 人家聘請到人的時候 如果強制隔離 令到那些班次密很多 成本又貴很多 我最終轉革到消費者 到處香港市民受罪 用這類型邏輯推論的想法 在疫情方面是不可行的 這次國泰的兩位機師 遺規後 林鄭月娥馬上 約見國泰的主席 亦勒令她要做好 甚至罵她 在這件事上 我個人有一個看法 為何特首做不好的輸入政策 你去罵國泰 相信大家都有一個疑問 估計 不是真實收到的消息 我個人肥仔傑的估計 我估計 林鄭或香港政府 和國泰航空公司已經丟好了 由國泰去做好外防輸入 包括飛機 國泰機師 由航空公司去處理好他們自己的機組人員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他們的機組人員根本沒有辦法 去做好 特別有班機師覺得 我到處飛 很厲害 很有型 我當機師很高大上 不用管這些防疫政策 我每天都這樣飛 去到英國還不是照樣出海 去到德國還不是照樣出海 天天都感染 香港才敢少確診 甚至沒有本地確診 我在那裏都沒事了 回來香港怎會有事 照樣出去走 但他沒想到原來是他自己感染了 然後出來播毒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期望特首或食衛局 我不期望陳少思可以做些甚麼 我但願 我們的政府可以改善好輸入政策 亦都改善好機師的隔離政策 一直以來我們罵了很久 從去年罵到現在 我們都想不明白為什麼機師是不用隔離 你說不夠人手我們可以理解 但理解不代表可以接受 一定有其他可行的方法 如果那些貨物不可以在海外來到或延遷了 可不可以說有些日常用品 生活用品 必需品 食品 是由內地進口 甚至在其他地方再進口 而不是 一定要是透過飛機 船運也可以 當然船運近一年的費用也高了很多 但我個人認為在疫情當下 如果要完美解決問題 政府必須要帶頭 亦需要多做很多事 我明白這會加重政府很大的負擔 甚至在財政方面的負擔 但面對疫情 如果不花錢 又如何去解決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在此再次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在2022年 家庭團圓 美滿 亦希望大家出入平安 健健康康 最重要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的影片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反對PASSION 尼賊的陷阱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 開啟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請你點擊 una小型電話 雙方的按鈴鐺 如果可以要你點擊那個 就請你按啟旁邊的鈴鐺 小仁 prayed 感谢观看